张华一名男子身体不适走到园林高中旁一家手机店 疑似看到招牌上有一个红十字的符号 可能误以为是医疗院所就上前求救 老板娘看他说话口齿不清赶快拿纸笔给他 男子写下了119 侧客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发现他的血压过高 担心有中风疑虑紧急将他送医治疗 男子踢着全身家当步履蛮山走进手机店 老板娘看他不像是来修手机 而且讲话相当吃力口齿不清 直觉不对劲赶紧拿纸笔给他 男子身体虚弱连站都站不稳 用笔写下119 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发现他血压偏高 担心有中风的疑虑 我们现场的测量他血压是略高 大概在收缩要在140几 男子自称是园林人13号下午5点半左右 走到园林高中旁疑似因为身体不适 看到手机店门口招牌有一个红十字符号 可能误以为是医疗运所才会上门求救 事后老板娘将过程抛上网 网友大赞好人一生平安 而根据了解这名男子年约50岁 平常居无定所 有多次进出医院的记录 但院方联系家属都没人接听电话 这次又因为血压过高不舒服 被送进医院观察后目前已经离院 记得容貌 中华报道